首先我覺得中日韓這個峰會 在這個時刻舉行 它有幾重意義 除了希望趕快穩定 這個東亞情勢以外 最大的關鍵是 現在不只歐洲 亞洲也在位 如果11月川普回來 他美國從統白宮的主人的時候 怎麼辦 所以貿易的問題 是一個最大的關鍵 因為很簡單 川普跟拜登 拜登他其實成績了川普 對中國大陸採取 非常嚴格的關稅壁壘 可是拜登還沒有 像川普如此的瘋狂 他會波及 所有其他中國以外的人 當然川普有講 他講的很簡單 他都是那種小學生 非常簡單的邏輯 他說盟友就課徵10% 這個非盟友就課徵60%的關稅 然後中國就課徵100% 他就把它講得很簡單很粗暴 但不管如何 他不是只有課徵關稅的問題 還要叫你通通付款的問題 那在這裡頭除了台灣絕對是凱子大之一以外 日本跟韓國呢 因為他們都有美國駐居嘛 一定被迫要付非常多的錢 川普這樣難談自己要買五千 自己付錢自己買 沒有而且呢自己付錢自己買 還要叫台灣日本韓國都蓋工廠幫忙他生產 這個他什麼都會都會都會要 所以對於這個中日韓來講 尤其是現在如果貿易是整個對亞洲的產業鏈進行嚴格的這個關稅壁壘的話 那其實中日韓趕快要坐下來談 所以日本媒體最關心什麼 最關心日本跟中國大陸的FTA 這個自由貿易協定 好 那你在這種情況下 那你要跟我談貿易 而且要談免關稅 要談大家更多的互信互強 那這支底線還是要講一講啊 對不對 你講什麼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那這種問題你要不要澄清 台灣的紅線如何 所以我的相信就是說 他們能進行這樣的會談呢 對台灣的這個問題呢 當然是作為一個前提啦 但是我實在講喔 大家會關注這一次中國大陸的演習 特別是國際社會跟美國 這是理所當然的 因為賴清德的挑釁程度超越了所有人原本的預期 好 那有了這種挑釁 你會得到演習 只是這個演習的速度來得如此之快 而且用的方式是這樣的時候呢 大家當然會關切 但是這個關切並不表示說 馬上到了戰爭一觸即發的情況 反而我認為呢 因為美國最大的惡夢 就是現在很多人都在講美國犯了一個最嚴重的戰略錯誤 就是說因為俄烏戰爭 美國不斷的脫長這個烏克蘭跟俄羅斯的戰爭 然後呢 逼著俄羅斯完全倒向中國 弄得普丁去中國大陸訪問的時候呢 感動到唧哩呱啦的一直講話說 我都忘了我給翻譯的時間了 因為我來這裡我好像回到家一樣 那種完全跟中國大陸好像水乳交融的事情 是美國最大的惡夢 因為從俄烏戰爭開始 每一次普京跟這個習近平見面的時候呢 他一定會談強調一中原則 那俄羅斯管什麼台海的事情 那是不是美國 日本 韓國會擔心 一旦台海有事 中俄也會捲入 而且中俄會同盟 那這樣的話不得了了 通通都是核子大國 對不對 中國 俄羅斯 美國 那台灣 那事件難道要發生大戰嗎 所以這種狀況反而是所有的人 包含美國在內 一定會要求要降低緊張情勢 而且美國現在在選舉 大家會講解選舉語言 選後不管誰上來呢 一定會叫賴清德克制